好的 首先就您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中共这一次的这种侵略性的演习 它所造成的最直接而重大的效应 就是美中关系的急速的倒退 我只要讲三点就够了 第一点 那么美国会逐步的去修改 它的对中政策的顶层设计 那么你说它叫做新一中政策也可以 修正版的一中政策也可以 但是总而言之 它就是要修改一中政策 我这里稍微讲一下 那么中共所讲的一中原则 是中美三公报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美国所讲的一中政策 我不断地在讲 它其实是一法三报六保证 一法的是前面第一个 排最前面台湾关系法 这是佩洛西这词来 一而再再而三的是 我基于台湾关系法 我基于台湾关系法 那么然后中间才是三公报 最后还有一个六项保证 我自己顺便讲一下 在所谓的中美三公报里面 有上海 建交和817三个公报 就第一个上海公报上来说 美国当时和中共要建立这个 签这个上海公报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的背景 就是要连中共去制衡苏联 结果中共今天怎么样 在俄乌战争站到俄罗斯里面去了 我请问你 是你先违反了一中原则 还是我美国违反了一中原则 您了解我意思 所以中共它先违反了上海 公报的一个原则 既然你违背这个原则 美国为什么不能够违背这个原则 当然这是我们一般 比较平面的来看法 但是我最重要的是要讲的就是说 一个台湾各自表述 我们以前我们讲说 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现在是美国是一个台湾各自表述 什么叫一个台湾各自表述呢 就是说你中共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美国讲不 台湾是一个自治的岛屿 英文叫做Self-Golvary Island 什么叫自治呢 我除了没有说你是个主权国家之外 我几乎肯定你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主权国家 所以就是说 在一个台湾各自表述的情况之下 美国已经开始在修正 修改一种政策 当然待会我们谈到台湾政策法 这种修改是渐进式的 不是一下子就把它切断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正在审议的这个台湾政策法 白宫会有一点点犹豫 或者一点意见 这个我待会再谈 第三个呢 就是 由于这次的军演 让美国动袭出 你就是要去穿越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是美国要实践 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政策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战略的防线 你不仅是在政策上 与我美国的这个政策作对 你还用军事的手段 要去突破我的第一岛链 那美国真的会非常的不客气 怎么这样不客气呢 就是说接下来美国一定呢 会去联络整个印太的国家 形成一种对中共的一种 所谓的围堵网 不是一条链而已 它是一个网状的散型的围堵 甚至会把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跟甚至包括第三岛链 形成一种散型辐射的一种 这种战略的一个围堵状态 那么这个特别是说 最近我们立刻发现 八月份的时候 德国要准备和亚太的四个国家 举行一个叫做Rabbit Pacific 就是急速亚洲的一个训练 美国要已经正式说 它要在印太地区成立一个叫 超领域的特选部队 这个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就是说只要中共的各种军备 你一起动 你枪一转 你飞弹的那个飞弹警一打开 我就立刻摧毁你所有的资讯 这个是超领域的一个特点部队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我的意思是说 美国一定会构建一个印太北约 无论你说它是什么北约印太版 或者是什么名字 总而言之 它就是一个全导列 全这个印太战区 就是围中 全面的这个天下围中 不是围攻 是围中 所以美国一定会在政策上修改一中政策之后 然后背后还有一个慢死政策 就是我通过各种高端立法 晶片法 我掐住你的脖子 我不一下子把你打死 我不打 不打热战 但是我就慢慢慢慢让你窒息而死 温水煮牙 这个叫做慢死策略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所讲的 它会改变整个印太的一个抗中 围中的这样一个战略的一个幅度和它的广度 所以从导列的形态 变成是一个扇形辐射的形态 这个我就所谓的 美国会对中国所做的一种叫做无缝围堵 这让我想到上次你在节目上分享 那个全景式的新冷战 就是中共这样做 大家现在全景式的来围堵你了 对 是的 好的 那我们同样的问题也请教 明老师你怎么看这题目呢 这问题其实你刚刚这样讲 它分成几块 第一块就是美中关系 第二块就是台湾政策法 第三块就是周边国家跟相关国家 他们都可能反映 美中关系部分呢 就像刚刚宋老师说的 还一定会恶化 其实这几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它恶化 而这个恶化呢 美国也数得很清楚 过去我们也帮大家列过清单 我们现在再说一次 美国最后的整体的话是说 你用这个 你有能力结合政治经济 外交军事科技等力量 然后来挑战国际秩序的 这么一个竞争对手 这是一个总体的话 但具体来说 美国数的是武汉肺炎 你隐瞒疫情 然后又强大物资 然后就一一谋吧 所以武汉肺炎这一个 第二呢 你答应过香港 一国两制不变 然后现在你收回香港 不是说你对香港干了什么 而是你不信守承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答应过是你不做 而且你会翻脸会撕毁 所以我们怎么能相信 你将来再做任何承诺 这个在欧美社会里面 是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 中共原来知道这个事情 它要把这些文件 送到联合国去存餐 作为国际条约的一部分 而现在撕毁了 所以欧美看就是 你不断地在挑战国际秩序 然后你说话不算话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 我们俗国多次在南海化礁为岛 然后在军事化 在内海化 这是南海 再来是海警法 但是这地方跟日本冲着比较多 再来是对美国的大外宣 美国现在慢慢认识到了 川普说对中共 对美国大外宣认识比较清楚 拜登力道有点减弱 但大家还是认识到这件事情的 然后你对美国的渗透 你对美国的分化 你偷切科技 然后网络暗战 所以网络暗战不只是说 我偷点东西 而是我根本就是网络在攻击你 也不只是放假消息 或放假情报 或认知状态 不只是这样的 网络作战是 我真的在攻击你火星的地方 我用网络炸弹 用网络的技术我在进攻 我测试看你这边的强跟弱等等 我也在测试我进攻的能力 我也在检视你的防守的能力 当然现在让大家这个比较在意的 就是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 俄乌战争当中中共的态度 你的态度不够坚决 你模仑两可 然后你趁机跑去买石油 然后你用卖晶片给它 这东西大家看到眼里的 现在大家不愿意讲是 因为不想马上翻点 因为同时跟两个打得比较辛苦 不是打不动 但打得比较辛苦 能够分开打就分开打 不要把中俄搞在其他 所以现在切割蛋 我不断地警告说你不要再帮忙 但是你再帮忙 我是看在眼里的 再一个就是你这几年来 对台湾的动作 我们一步步看在眼里面 好了那现在美国的结论就是 你就是在破坏国际秩序 你就在挑战国际法 然后你就在挑战普世价值 然后你还想对我们干什么 这我们怎么受得了 所以佩洛西这次访问台湾 更加落实了美国前面的 所有这些想法 本来我都想说留一点点空间 给你看你会不会变好 然后大家对于这个坏人 一般老师总是容忍多一点点 总是怕说他这个发作起来了 然后就干什么了 所以我是不是忍一下 忍下去过去了 最后发现说不行 因为好像姑息养殖 它越来越大 所以现在更加坐实了 这个看法 坐实了什么意思呢 那我就要下定战略决心了 既然我都坐实 一件件都让我看得这么清楚 那我就必须下定战略决心 老师过去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您都一直觉得美国 没有下定战略决心 我觉得没有 你觉得时间到了 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等一下谈到台湾政策法的时候 这个地方大家请宋老师多谈一点 台湾政策法的时候 那可能就比较明确 所以一旦下定战略决心 嘴巴上不一定讲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往后这几年 美国对中共的对抗会上升 封杀会增加 脱钩会增加 禁运的部分会增加 各位看到 晶片上升到14奈米了嘛 对不对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案例 第二部分台湾政策法 因为等下宋老师谈了 我简单讲几句 如果刚才的观察是对的话 那美国的结论是 中共这几年不断地在咄咄逼人 战略姿态在上升 不只是挑战我们美国的国际地位 而是破坏这个国际秩序 大家现在担心是国际秩序被破坏 不只是美国被挑战的问题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那台湾的重要性就大幅提升 所以台湾政策法呢 就应该会好好来讨论 你说往后延迟了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我们要不要补墙 不一定说说 现在推过可能还很敏感 我们要不要拿它补墙一下 是不是不够用了 我们得看一看 所以这个两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大家现在越来越看见 这个大陆跟台湾的对比 也就是大陆糟糕在什么地方 台湾重要在哪里 你不管台湾现在这个内部做得怎么样 但是从国际来看 大家觉得 尤其美国觉得 我现在在对抗中共的时候 台湾张牌是绝对不能少的 还不说台湾对日本 对亚洲或对国际贸易的这种重要性 我们都不说这个 就光说是对抗中共台湾张牌 能不能少不能少 大家说你看 我们说对了吧 你以美谋独吧 不是 独的问题 我们都会在谈 独是中共去这个混淆视听 它把反共变成反台独 这我们都会在谈 所以当国际社会 尤其是美国在看到这个问题 把台湾跟大陆对比这么清楚的时候 一边是民主 一边是专制 一边是市场经济 一边是国际民退 那一边是维护这个和平的 然后普世价值 一边是一党专政 所以对美国来说 我从价值观上 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好 那再来 周边国家怎么看的问题 整体来说 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国际社会是极度反感 我很快统计一下 可能还不完整 现在针对这个中共军演出来发声反对的 第一 美国 第二 北约 北约是秘书长出来讲 欧盟出来讲 然后七国集团出来讲 日本出来讲话 英国讲话 德国讲话 法国讲话 然后澳洲讲话 加拿大讲话 大家都觉得不奇怪了 东南亚国一些外长会议也讲话 这够严重了吧 也就是国际社会从东到西 从欧美到亚洲 大家都批评这件事情 所以刚才你问 为什么这个炮实弹射击一天结束 这个可能是一个重要考量 因为反应太激烈了 可能我后面准备了30个飞弹枪塔 现在发现不能打了 因为打火真的是引爆中怒 好 那再来会影响到什么 亚洲地区大家除了说加强联络 什么加强准备之外 各国自己会加快建军 各国有点 因为现在看起来 好像战争的危险很具体的 它对台湾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然后再来 当各国都开始加强军备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不宣而战的军备竞赛 就我们不是要军备竞赛 但实际上军备都在扩张 然后这军备基本上 请教我听清楚 基本上是针对中共侵略的军备竞赛 也就是以中共为加强的军备竞赛 它变成这么一个态势 再来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安全网络的强好 像刚才宋老师说的 我们现在看起来 我很具体讲 不是天下为中 是天下为共 为的是中共 为的不是中国 大家得把事情分清楚 更具体的有两个 一个是澳英美同盟 会不会扩大 然后会不会增加 然后会不会军事化 再来美日澳印 会不会实体化 会不会军事化 会不会扩大 再来据你说的 供应量重组问题 所以这些就是一步步 我们可以推出出来的 简单说中共这件事情 搬砖头砸脚 适得其反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 将持续为您制作更油脂的节目 好 好